各位同學,我們現在來到exercise 11b的第23題 我們還是去證一下它是不是concyclic的 這個重點就是證明它是不是cyclic quadrilateral 我們小心看題目,看看它有什麼重點 它說是一個square來的,這個重點是一個square 而且有perpendicular的線,還有angle bicicletal 每一個都是重點,它就問AECF是不是concyclic 我試一下滑線,AE在這裏,CF在這裏 即是我們要連起它,CF是連起它 它是不是concyclic呢,沒有角度怎麼辦呢 那怎樣找角度呢,我想在這裏 如果我們把這條線連起它的話呢 那我是不是可以證這隻90度了 就知道了,這隻90度就知道了 那我找不找不找到這隻角呢 這隻角是多少呢 如果找到這隻角又是90度的話呢 那就好像用那個煲態定理一樣 是converse of angle in same segment converse of angle in same segment 那就證到它們是concyclic了 那我怎知道這隻90度呢 嗯,提到這個來 啊,它提到angle by setter 那就是說呢,這個是45度 那這隻角呢,都是45度 是不是?90主義嘛 那這隻呢,都是45度 這個是property of square來的 Square呢,就是這樣的 但是一件路一滑下去呢 一定是45度來的 好了,那加起來之後 這個就是90度了 啊,那證明了90度之後就可以了 好了,決定是這樣做的 我們呢,就拆掉它先 嗯 好了,拆掉它先,重新來過 那你就說呢,好了,我們就去join 啊 af and ac and ac 好吧,可以去年底一下 rewrite兩amente ac 所以我就说 angle d c f 等于 angle f c g 等于45度 为什么呢?因为 angle d c g 等于90度 这个是 property of square and c f is angle by center of angle d c g 这个理由比较clumsy 每只写这么多 还有 angle a c d 等于45度 因为是 property of square 所以 angle a c f 等于45度 加45度等于90度 所以 angle a e f 等于 angle a c f 所以我们就说 A e c f are concyclic 这个就叫做converse of angles in same segment 好,这个数据也很复杂 做到这里 大家可以看看 或者你可以重温重温再重温 接着我们就找angle e a f angle e a f 就是这个 这个不难找 为什么不难找 你看到呢? 我们有 cyclic quad 好, highlight 好, highlight 有cyclic quad 的话呢 这个角 等于分这个 这个是什么角 exterior angle cyclic quad 这个是多少度 刚才写了45度 f c g 写了 所以我们就很简单 写下 B部分 B部分 angle e a f 就是这个 等于angle f c g 这个原因就是 exterior angle cyclic quad 好 所以等于45度 好了 答案到这里 这个数据也挺难做的 好 在正抗cyclic 那边比较难 在正抗cyclic 那边比较难 好 好了 到这里